人们常说婚姻是人生中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情 一定要郑重其事 谨慎对待 可是随着传统历史文化理念的日渐示威 近年来许许多多人对婚姻家庭的敬畏 似乎在一夜之间被彻底瓦解了 甚至出现了几乎把婚姻当成儿戏 过家家式的奇葩类离婚 着实让人感到可悲 天下之大啥事都有 有的奇葩离婚理由真的令人哭笑不得 那么都有哪些奇葩的离婚理由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世界上那些奇葩的离婚方式和离婚理由 首先我们看一对德国夫妻 一名德国男子在与妻子离婚之后 妻子向丈夫提出评分家产 丈夫一气之下把家里所有东西切半评分 决定以这种公平的方式将二人的物品归还对方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他用电锯将所有物品 包括一部iPhone手机 高清电视机 和苹果MyBook Pro等聚成两半 这还不够 他竟然将家中的沙发 椅子 自行车 汽车等东西聚成两半 再将其中一半邮寄给前妻 甚至属于他的那一半 该男子将这些残缺设备放到eB上进行拍卖 不得不说 这对小夫妻真的是很有个性 有不少网友分分点赞称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理分配 可是这些东西还能用吗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对印度夫妻奇葩的离婚理由 据新印度快报近日报道 印度西南部城市迈索尔地区 一名印度男子因妻子每天三餐只给他煮方便面 而要急速离婚 男子说 自两人结婚后 妻子每餐会煮一包方便面 作为他的早餐 午餐和晚餐 最终双方在法院的调节下离了婚 男子终于摆脱了天天吃方便面的命运 下面这对乌克兰夫妻的离婚方式更加特别 这名乌克兰男子名叫亚历山大 今年33岁 是一名汽车中介 男子的妻子叫维多利亚 今年28岁 是一名美容师 他们和大多数情侣一样 也会经常吵架 每次吵架 维多利亚就会离家出走 而每次亚历山大都想把他绑在身边 这样他就跑不了了 在情人节的时候 大多数情侣都选择牵着小手 一起吃顿美食 看场电影 送份小礼 但是他们去选择用铁链将彼此拴在一起 挑战形影不离的三个月生活 他们说 这不是冲动的选择 而是通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决定的 他们想用铁链牢牢地拴住爱情 告诉全世界 他们的爱情是至死不渝的 他们有信心一定能够挑战世界最高纪录 是的 他们挑战成功了 但是在解开铁链的那一瞬间 他们也宣布离婚了 在这三个月里面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他们绑在一起的三个月里 亚历山大每天早晨起床都会刮胡子 维多利亚只能举着手配合他 维多利亚化妆时 亚历山大也得积极配合 不管做什么事情 这对小夫妻都不能分开 上厕所时 一人拉拔拔 另一个就得被迫闻不喜欢的味道 外出内急时 两个人也只能一起走进男侧或者女侧 难免会引起路人奇怪的眼神 他们一起吃饭 洗澡 睡觉 上厕所 就像连体婴儿一样 起初 他们觉得很好 还在社交软件上各种秀恩爱 当然 连体婴儿一般的生活 确实让他们学会了冷静 不会再动不动就其分手了 那是因为就算说分手 女友想离家出走 还得带上男友一起 渐渐的 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多 对彼此的包容和忍耐却越来越少 想到未来还要继续这样的日子 甚至有些反胃 所以在挑战成功后 他们决定解开铁链 当铁链被解开的那一刻 维多利亚激动的说 万岁 我终于自由了 其实这个结果 一点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因为在婚姻里 没有自由 四人空间迟早都是会让人窒息的 他们失败的婚姻经理 告诉了我们 尽管是最亲密的夫妻 也需要给彼此一些自由隐私空间 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对 刚结婚三个月 就要离婚的中国夫妻 这位男子名叫李震 今年29岁 三个月前才结婚 也算是大龄青年了 他开开心心的结婚后 本打算开启幸福的婚姻生活 但是很快事情 就朝着他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 妻子竟然三个月不到 就要跟他闹离婚 还因此打伤了他 这对新婚夫妻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 李震和妻子海玲 在网上认识 一个月就结婚了 李震打心里喜欢自己的妻子 新婚样儿 蜜月期间 几乎每天都粘在妻子身边 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他身上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关心 走到哪都跟着 按理说 这是大多数新婚夫妻应有的模式 但是海玲受不了了 一个星期后 他就跟丈夫分房睡 不让丈夫到他房间 你接近就很抓狂 并动手打他 抓到他身上到处是伤痕 有一次还拿刀子划伤了丈夫 他说 自己婚后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了 好像在被人监视了一样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随后他说出了一连串 受不了丈夫的理由 睡觉说梦话 打呼噜 口臭 这些都让他无法接受 尤其是口臭 刷完牙都不会减轻 整个房间都是臭味 更夸张的是 竟然严重到影响妻子睡觉的地步 一说到这些 海玲就嚎啕大哭 看样子受了很大的委屈 海玲说 他提醒了丈夫很多次 把牙刷干净点 但是丈夫一听就生气 说妻子嫌弃他 梁因子时常拌嘴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仅仅因为这个要离婚 简直是闻所未闻 但是妻子态度很坚决 一定要跟李震离婚 并且把矛盾升级到了 两人性格合不来的地步 李震为了挽回妻子 低声下气地恳求 并保证他一定要改掉所有的毛病 但是海玲不为所动 李震为此请来了当地调解员 再三地劝说 也没有说动海玲 海玲哭着求李震放过他 他甚至说 宁愿坐牢也不愿跟他过了 他把这段婚姻 看得比牢笼里还要难过 表示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面对妻子坚决的离婚态度 李震的情绪崩溃了 他贪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婆婆也舍不得放媳妇走 在他眼里 媳妇并不是个蛮不讲理的人 只是不知道小两口之间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 面对一个去意已决的人 任何的挽留都是多余的 最后李震不得不放海玲离开 这段短段的婚姻 就以这么一种 看似荒唐的理由结束了 李震肯定想不通 妻子为什么嫌弃他到如此地步 而周围的人 那么多年也都没挑过他这个毛病 其实归根结底 那些所谓的理由 都源自于一个真相 那就是不爱 他们是闪婚 只是在网上聊了一个月就结婚了 根本没有深入了解对方 性格习惯各方面都还是很陌生 只凭一时的热情就谈婚论嫁 等生活到一起才发现 对方根本不是自己 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男人不讲卫生的很多 打呼噜的也不少 但是从来没听说过 以这个理由离婚的 如果这个女人爱她 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缺点 最多只是多提醒 慢慢的改变她的生活习惯 只有不爱的人 才会一点也没有包容心 才会无限扩大对方身上的缺点 正要了那句话 遇到不对的人 你连呼吸都是错的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文化习俗 就连离婚也是不一样的 世界各地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离婚习俗 比如在阿富汗 如果是女方提出离婚 当她在嫁他人时 她的再婚丈夫 要付给前夫两倍当年的婚礼费用 如果是男方提出离婚 女方重新嫁人时 新郎丈夫则要如数偿还 前夫与妻子当年的婚礼费用 这个决定也会让很多阿富汗女人 乐于离婚 在英国 夫妻两人只有一人可以提出离婚 那么如果两个人都提出离婚的话 就不准离婚了 这清晰的脑回路 跟英国食物一样 让人琢磨不透 而在黎巴嫩 女子出门前 先必须要让自己的丈夫同意才行 如果有一天 黎巴嫩丈夫想要离婚 等妻子出门前 征求她的意见时 她只需说 今天出去就不要回来了 便由此宣告离婚 真是有够气人的 在厄瓜多尔 夫妻如果要离婚的话 就要不吃东西三天 到第四天早晨 到该第一位年长者处 接受检验 是否真的有气无力 如果真的 分手也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 这位年长者会下令 永远不准离 这种习俗 虽然可以降低离婚率 让双方都有认真思考的时间 但是 是否过于偏激了呢 而在爱尔兰 国家法律规定 夫妻双方是禁止离婚的 所以爱尔兰人对于结婚看得很重要 会经过缜密的思考才结婚 这也导致 很多爱尔兰人 晚婚率比其他国家大很多 看了这么多奇葩的离婚习俗 是不是很庆幸自己 生活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呢 那么 请认真对待我们的婚姻 好好珍惜 两人建立起来的家庭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这件事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顺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